下来换个焦点来跟进国内新冠疫情数据 新增病例稍微上涨 但是连续第二天维持三字头 今天再增加3504宗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695143宗 那好消息是相较于前个星期 新增病例加护病房人数等等都呈现了下降趋势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发文告指出 今天有76宗新病例属于第三到第五重症级别 将近98%属于第一和第二轻微症状患者 目前有408人在加护病房治疗 当中206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另外新增了6个感染群 诺西山指出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病例下降3.5% 从前个星期的34800多宗减少到大约33600宗 活跃病例也减少5% 全国基本传染数也持续下降到0.95% 只有马六甲、森美兰、槟城和彭亨 基本传染数超过1